好 32题 第一题是A加B减C 那就加减法而已 6.5乘以10的负6 加上9.3乘以10的负5 然后再减掉6.4乘以10的负6 好记得跟着老大 我所谓的跟着老大 这里的老大是负5嘛 对不对 所以10的负6要变成10的负5 他乘以10倍 这个人就除以10倍 好 9.3造超 因为他是老大 这个10的负6就变成10的负5 乘10倍那他就除10倍 叫做0.64 所以就等于 好都有10的负5次方 我就把它提出来 然后这里直接相减 0.65先减掉0.64 应该叫0.01 0.01加上9.3 3就会叫做9.31 很好 是标准的答案 所以9.31乘上10的负5次方 这个是第一个小题 OK这是第一个小题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A乘C除以租 我说我的习惯要写上下 所以6.5乘以10的负6次方 等一下要乘上6.4乘以10的负6次方 然后要除以 除以多少 除以租 租是3.2乘上10的负7次方 好 题目并没有为难我们 因为3.2跟6.4 刚好是个两倍关系 所以2乘上6.5呢 这个就叫做13 再来我们来看10的次方 负6加负6叫做负的12 负的12要除以 10的负7 所以要减掉负7 所以相当于负12 减负7啦 那就是负12加7 负12加7 那就叫做负5 好 但是还是不标准啊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1.3 除以10倍 那它就乘上10倍 乘上10倍就10的负4 这种题目更细心一点才能算得对